哈嘟你好我是英猫 我是熊猫 我们突然非常突然 大哥你开什么车 呃 今天开的是193 F3 前阵子刚买但是我们没有开的那个车 你看我们标题 标题就是买琴Plus的钱 如何买一辆无大V8 是这样子的 我们花了一辆琴Plus的价格 买了一辆真正的V8闯红 把排名打在公里面上 那当然啊这个我不特意给大家买啊 这个坑太多坑太多了 但是我不特意给大家买 但是分享一下就是买二手车这种快乐 当然二手车我还是那句话 不懂车不要买 我们之前上一期节目了 你收过了 刚刚收过 其实我们买508的时候 已经买了V8了 九毛也是我们的频道的老顾客了 哈哈哈 老嘉宾老嘉宾 OK如果你对这辆车不了解 可以让卷毛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讲一下这辆车吧 这辆M3呢 它其实是第一代就是说V8的 V8的M3 然后它是有三种型号 一种是190 就是大家路上能够见到的那种四门的M3 也比较少见 然后是192就是硬顶版的一个双门版的一个M3 它是中间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带天窗的 一个是探顶的 而且当然现在探顶的是卖的最贵的 然后可能是需要我两部车的价格 然后193呢就是我的那台最便宜的 敞篷当时是要加10万块钱 敞篷更贵 更贵 10万多吧我记得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是我的年代 是你的年代 我跟表哥 就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当时还去看了 因为当时我们磁器有两家宝马CS店 一家是宝衡 一家是宝衡 保力风 保力风当时有一批M3 192的M3 就是两门的跑车版的那个M3 当时有个特价好像70多就够了 然后我们很轻松 当时表哥还很轻松 然后那个S300 我知道的 末代的火箭崩 S300 那个时候火箭崩只要60多 然后呢我们俩老爷子也很心动 然后表哥也很心动 说一起去搞一下 然后看看看看看 M3打射也很大 然后去了M3 就是192M3是我认为 我说挺认真的 我觉得每个时代 有每个人的情怀 每个人情怀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来说 那个时代的那个V8M3 就是在我眼前就真正的M3 那一代的M3是最心动的 就是我的平保就是开M3那个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它是一个遥不可行的一个梦 后来为什么没买呢 是因为差2万块钱 还差3万块钱 然后就卡住了 卡住了 他们也不让我们也不让 所以对于我来说 M3就是应该是V8 我想说一点是 当然宝马这经历就十列六缸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小时候的M3就是V8 然后4.0 也是宝马最疯狂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声音超超好听 M5还是10缸的 然后呢我们就一直没有 但是中间啊陆陆续续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自载M3 为什么会买厂房是因为厂房便宜 确实是因为厂房便宜 对对对对 便宜太多 但是厂房就是它的机构可能比较容易快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大家对M3的追求是一个性能上的追求 然后M3的193版本呢 它就是被持了 因为它的变重了 对因为它重很多 重将近200公斤 那等于说是4个你坐在后面了 那车子就慢很多 我说实话 我当时看二手M3 我也看了是探顶 因为就是你买了这种 勤快的时候就是应该买纯粹 买经典的192探顶 就是最经典的 对吧 当然我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四门版也很帅 但是就是192那个M3是最纯粹的 但是买二手肯定讲究一个性价比 对吧 性价比才是关系 就是在二三十万的时候还是唯唯诺诺的 当它降到十万块钱的时候就要重拳出击 就是我们就是买 就是这样便宜才是玩到 对吧 那十万块钱买不了吃亏 所以买不到 当然十万还多一点 多一点 对对对 就是整备好反正11万多 对11万多 就像请Palace的价格 请DMI的价格 你只能买1.5 我们能买V8 4.0 就是这样子 但不建议普通的 我再来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们玩偶尔车 我还是这句话 除非是买特别便宜的 比如说像508这种 那你可以性欲是低一点 可能它就是个十万块钱的正常的维修 但是如果是像M3这种 你就要想好 要求会比较高 对你就是想好 你就是要花四五十万的买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兜里得有四五十万 这种预算去万一台要修 或者说它不是个正常的十万块钱的维修 就是可能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 它可能要花一半 甚至一半以上的车价 就是那个车价的整备费用 万一万一 当然我们对吧 就是紧张买整备好的 对对对 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二手车涉及很多吹坏问题 所以坑就很多 但是十万块钱买M3还真香 这车型还有什么你值得吹的点 吹的点啊 首先我买这个车 其实不是追求性能去的 如果说追求性能 我肯定会买起码是F底盘的 一个M3 M4的一个 毕竟新车肯定是比老车要快的多 而且聪明的多 而且要整备简单的多是吧 那这一代你也知道V8它是比较一个难修 对这个V8 难修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有八个截器门 你洗一下截器门都要花别人八倍的钱 嗯 八个佛话实在还有 是吧 我们等一下去看来洗车吧 走 的